其实你刚刚提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在回顾自己的生命过程中 好像每个人都会觉得 就觉得好像很多东西我们错过了 很多东西真的是我们错过了 比如说在当兵的时候 你听很多当兵的朋友讲他们人生过程 说觉得他们经历的过程 我们怎么会没有经历过 比如说自己差不多从16岁到台北工作 然后之后就办公办读 然后就很认真 然后一毕业 因为停了两年才上课 所以毕业之后就马上去当兵 然后听他们当兵的人讲说 他们以前去当学徒 我当学徒当然很惨 人家学徒为什么会有老板娘诱拐他们 所以听说我好像错过了某些事 最近年纪大了 很多朋友也欠我 就跟他讲说 其实我们都在 老实讲算是很努力工作 成就是怎样那一回事 都曾经蛮努力工作过 很少犒赏或是慰绕自己 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 好像为自己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少 所以我有个朋友叫简志忠 他有一天就很认真 说炼神我跟你讲 他就拿一张纸 就画了一个圆圈 再把它分成八等份 他就讲说 如果一个人有现活到80岁的时候 你这八等份里面已经过了六 已经过去的六等份 已经过去的 就已经六了 已经变成黑的 所以要两格 对不对 这两格里面 你睡觉比较少 可能还必须要丢掉三分之一的睡觉时间 假设 所以你剩下的是一格又三分之二 那如果一格又三分之二的话 你到底想做些什么事 其实你真的不用再想了 你就做一些 可以让自己快乐一点的事吧 或是对自己好一点的事 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你还大我一岁 你刚刚讲说你还没60岁 你就要60岁了 也大不到一岁 好啦 你不要强调这个 反正你生命是你不多 就是我的意思 不再讲 我120岁 我才过一半 我意思是说 我才过一半 过去的日子已经比未来多太多了 对 那真的 那这是有限的生命 未来是所余的生命里面 余生好了 余生好了 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讲的 其实我觉得 我就是在过去的生命中 太急促了 做了非常多事情 甚至于在心里没有准备下 就是开场了 比如说 心里没有准备 成为一个写作者 成为作家 心里没有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 成为电影工作者 心里没有想到什么什么 心里没有想到结婚 结婚了 心里没有想到孩子 有孩子了 每件事情都是在没有准备中 就发生了 而且就莫名其妙 一直往前推 整个生命像逃难一样 不知道他逃什么 所以你问我 我可以非常清楚告诉你说 就像我刚才讲说 今年过年 我就跑去 突然跑去商品厂 买一些自己过去错过的东西 我只想做一点 过去生命中错过的 而且我觉得 人到这个年龄很有趣 就是大致上 该做都做了以后 心里非常安静的 回顾自己 过去的每件事情 而且那个看法会改变 甚至会有新的发现 比如我原来觉得 吴念珍非常讨厌我的 在有一天会发现 其实不是 他非常爱我 他用别的方式爱我 类似这样 我的意思说 有新发现 所以你刚才讲说 问我这想做什么 就是我也不过 就是这样 回顾头去 做一点过去 走过那个路 比如我甚至想说 我儿子像编导演后 他哪天拍电影 说儿子给我跟一下 给我当这个剧照师好不好 类似这样 你不是当演员 对我要去跟李忠讲说 你爸爸认为他是很屌演员 你应该由你爸爸看看 结果我跟李忠一定会讲说 你叫他自己带底片来 我儿子连拍短片 我说给我看 他都不要 我说你拍短片 那个八天给我跟一下 我想当剧照 不不你不要来跟 你跟我我也拍不下去 所以我说 我说我其实 只想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你拍戏过程 我跟 我帮你拍个当剧照师 虽然我今天不见得 我剧照拍得很好 那你不是拍得很好 干嘛找你来 所以我开始苦练啊 我现在开始拍照啊 我现在真的开始拍照 而且拍完之后 自己利用那个 利用那个小小的 那个智慧型手机 调颜色 调光 调对比 你别笑我 我是在剪达 如果这样 剪达完 大概有二十万个 不只 然后超过两百万个 所以个人可以当剧照师 当然觉得比你好 可是有一种人是有天分的 像我这种 比如说我心里没有准备去 可是我每次做得不错 所以你必须相信 我可以当剧照师 所以你问我的愿望就是 去跟一部戏 当剧照师 从头到尾跟着拍 因为以前我自己 经手过的电影非常多 可是我都没有去跟 甚至于他叫我 当资金制作的电影 到现在为止 中影有两部是 已经直接拍 我当资金制作了 一个是杨乐昌的 恐怖分子 一个是张艺的 主角少年 我每次跟一跟 觉得好烦 拍电影好麻烦 等阳光 等云 等什么 大概是我以前做的事情 都很有效率 我觉得这样好慢 可是现在不会了 现在我去年 去当一个临时 当演员 不是临时演员 但配角 那讲清楚了 他是临时的 我突然觉得说 临时演员 我突然觉得说 当演员真好 什么都不用做 看导演在那边 弄弄弄弄 我在旁边 自己看书 轮到你了 上来上来 没有对白 扭动你的屁股就好了 哇好轻松 扭完扭完 然后就细演完了 忽然觉得 这个角色我没演过 所以应该我 可是你当演员 你这种演员 当得比较幸福一点 我这种演员不行 我有时候被他当演员 因为自己是编剧出身 只要给我那个对白 发现 这种对白是这样的 你听一件事情 就他逼他来 就开始改 我也是 所以我导演非常气 说你们这些编剧 跟你演戏真累 明明跟你写了一堆对白 你全部用自己的 我就一直改自己改 我也是 从头到尾自己改完 导演没有成就感 因为我写给你 你都觉得不好 不是导演没有成就感 导演很堵然 不是没有成就感 就是导演 比方太啰嗦了 找你们这个编剧演戏 真的好累 把我对白全部改掉 我这次他不会也是这样子 所以回到我们 你刚刚不是说 你没有对白 只是扭屁股 开玩笑的 他说这场戏 只有这场戏 没有对白 可是你是主角 为什么呢 你眼睛看了所有人 等他全部讲话之后 镜头留在你脸上 这时候你要一直扭动你的身体 我想这高难度的 不然我讲话又叫我扭屁股 然后表情一直做 类似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 未来最想做什么 就是做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 那我想我跟你不一样 我最近真的很认真在想这件事 比如说 我人生里面曾经想过说 如果给我足够的金钱跟时间 如果要几个定点 让我去旅游 你会选择什么 当然很多点 一定会选择第二个 第一个跟第二个 那时候第一个选择 我好想去大基地 第二个想去旅行的地方就是 我想坐火车 从海参威坐到莫斯科 然后可以下来就下来 为什么因为我想去看看 是什么样的国家可以产生像托尔斯泰 或者杜斯特的富士基 就是有这些伟大作家 或是甚至音乐家的这个地方 那后来今年真的是满足了自己 长年来的一个希望 一个朋友就拉我说 要走就走 就去大基地 但是我非常复杂 因为台湾人比较少去那个地方 去了 那是一个很棒的旅程 所以这个旅程里面改变了 我一个某些看法 就是觉得说 在生命的 有限的生命里面 那工作还是必须要持续 那工作总要找到一个动力 以前的工作的动力 年轻的时候都想到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希望影响社会 影响政府去改变什么东西 影响谁去改变什么 我现在都不会这样 到一个年纪你才觉得 其实自己能力有限 你被包括总统 都不可能去影响什么 对不对 不但被影响什么 最后当晚还被抓去关 对 所以到现在觉得说 如果要从工作中 找到一个动力的话 我觉得会变成一件事 就是 所有工作的目的 是为了要累积下一次旅程 你懂什么 就是说我现在拼命去工作 拼命工作 做了心甘情愿的 就是说 好 那我可能就是这样 把工作完成之后 你有收入 还有足够的时间 OK 你就可以去完成 下一次的旅程 这样 所以你的目的是 最后是旅行 我觉得是旅行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世界 我们看过的东西 实在太少 虽然出国次数 你其实 包括什么非洲 什么那种 鸟不生的吉里 巴斯 太平洋里面 一个跟我们邦交国 全国人家 起来没有永和多的 那种我都去过 还在那边得过 那种 那种什么 蜂蜂组织言 这样 可是我都觉得 还有很多地方 你没有去过 比方秘鲁 你也没去过 南极 你也没去过 好像很多地方 都还可以去 所以我现在都不会 想到有关于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去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 谁要影响什么 留下什么 都觉得不 我觉得最大的东西 是来自 那可能我就有机会 去其他地方 旅行 有一天 是看那种 我们还没有看过的世界 你刚才讲说 不要老是觉得 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什么 这个话题 我觉得很有趣 是因为 有时候我跟我女儿聊天 我女儿比我 比我聪明多了 她说爸爸 你最大的问题是 你一直以为 你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你一直要以自己 为中心的转 你未来的生活 你未来的生命 应该是 不要以自己 为中心的绕 你应该去想说 这个世界 你还需要什么 去找别人 譬如说 你想 你需要谁 你就跟谁去来往 他们要去玩 你跟着去玩 你不要再去想这些 以自己为中心 绕的东西 好像也对 为什么我们会那么 你这么老才知道 是 我本来就很迟钝 我一直比你笨 我一直比你笨 我这个世界 还有你 有教你 当然 我一直是这样子 因为我是非常笨 笨到能够 难以想象的 当然 纯蒙当时 跟你在终营的八年 你对我启蒙 也很多了 然后你刚才一直问我 未来生命想做什么 我只想做这个 想做那个 有一次我跟朋友聊 他说 你现在最应该是 什么都不要做 对 他说 拜托 你还在想什么都没有做 你做的够多了吧 所以你做你自己 喜欢的事就好了 对 那自己 就是不太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 对 可是我跟你不一样 你说 你以前就是因为 欲求不满 所以拼命写书 对不对 难满足自己 其实我到最后 其实我也不会想要 本来不会想要 去写书这件事 就是说 你写个东西 这样 只是以前常常讲很多故事 给人家听 讲讲讲 有一次有个朋友 听听听 就蛮有意思的 有一次他三星半夜 接他电话说 你上次跟我讲 那个故事 最后结果是什么 我必须三星半夜 跟人家讲一次 所以他有一次跟我讲说 你拜托 你把那个故事就写下来 就是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你很会讲故事 对 所以没有 后来说讲是一回事 讲是一回事 后来写 写是一回事 比如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你通常 像我讲故事给别人听的时候 你再痛苦的事情 我都会讲到 大家觉得蛮好笑的 听完之后 有时候他们才会觉得 尾巴蛮惨的这样 可是你单独 单独在有一天 发现这个东西很可怕 就是说 有一天你在面对 午夜 你面对电脑 你要把那些故事 再重新用字打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字 每一个字都好重 就不像你用讲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悲伤的故事 透过在讲的时候 会变得嘻嘻哈哈 我觉得我这个东西 很有意思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你在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对面都有人 都有表情 你不太能够 对对 你从你的表情里面 你不喜欢看 此刻看到人家听你的故事 都是一边擦眼泪 尤其是女生在听 你让女生擦眼泪 我觉得很不道德 我最怕女生哭 女生哭的时候 我不晓得怎么办 她哭你可能讲不下去了 对对对 我觉得赶快去安慰她 对不对 对有个朋友讲 你怕女生哭 我最喜欢女生哭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就跟他讲说 我可以帮你的眼泪舔干吗 我觉得很恶心 所以我觉得不是 我只要女生哭 我这个人是完全投降 所以我不能 我就是变成说 所以讲的时候我就会 讲的蛮好笑的 因为这个答案 我为什么要问你 因为我也曾经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你在讲 非常悲伤的事情的时候 嘻嘻哈哈的 是说你还是说我 说我 所以我刚才问你的意思是说 原来你也会这样子 当然会啊 所以我想问你答案 可是我想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 当你在面对 以前面对稿子 现在是面对电脑 对不对 你把以前都已经讲过故事 觉得应该蛮好笑的事情 然后在打成字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 就有非常多 就是那种变得非常沉重 而且忧伤 不然有一天就坐在那边 想这件事 我懂了 我在那边想这件事 就是说 原来你在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可能像一个表演 你懂的是吗 就是你是因为别人的需求 我要去做那种表演 但你面对 当你在打字的时候 你是自己跟自己在对话 是自己跟自己在讲话 自己跟讲话 不必讲那么好笑吧 你就会讲得很直接 很直接 所以我觉得像这本书 后来出来之后 你Facebook上面 或是那个 出版社 他们都会接到一个读者 那个东西 有些朋友叫我说 你去看人家Plug 那个Plug 去看看人家说你的书 我一看 天啊 每个人都讲说 看你的书会流泪 哭才一堆 哭这样子 我觉得 那天就会讲 那好不道德 所以有一天就在想这件事情 说 写作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当然 我不会认为说 那个东西是 写那个时候 写那个时候是会去在意 读者反应 不是 我是觉得 是写给自己的 可是我常常觉得说 那写作了到最后 如果去想说 读者到最后 看你这本 这个文字之后的 反应会是什么的话 如果你考虑了这一层的话 我说不定会把它写 比较好笑一点点 会不会是我们在说的时候 别人在听的时候 我们真正想说 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才是重点 比如说 你在说一些 只在取悦别人 让人家笑 我跟你这部分 真的有点像 从小到大 我在班上都是 看乐谷展讲笑话 直到现在人家叫我 致辞 尽量满足 对方觉得很好笑 我甚至于快上来前 还会有那个主办人说 今天看你讲什么笑话 可是 有一天我乱想通了 真的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才是真的 心里面的东西 我不仅仅讲得出来 那就用写的 就像许多作家 写了一辈子 搞不好他真实的东西 他不敢写 他真的那秘密 或最真实的感觉 他只是画个方式写而已 转个方式写 所以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 写的时候 我就有那个经验 写的时候就会哭 我相信你在写你的作品的时候 比如说你刚刚讲一个东西 很有道理 就是说 很多年隐秘的事情 你没办法去承认 说这是你的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用的方法 我和一个朋友曾经说 我和一个朋友曾经 遇到一件事情说 然后这个东西 是给别人的 可是当你单独 在面对它的时候 你就面对自己 你就不必有 那么多的quotation 然后你就会 好像很诚实 然后 话又讲回来 你那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此刻的你 是如此的沉重 所以算不算一种心理治疗 我和一个人都没办法去承认 我和一个人都没办法去承认